全球央行超级州登场 美国联准会到2023年 都不会调升基准利率 巴西一口气调升到2.75% 英国日本预料维持宽松政策 台湾中央银行利率连四栋 维持1.125% 预期景气加速复苏 预估今年GDP成长率4.53% 低于主基础预估的4.64% 消费者物价指数回升到1.07% 我们也是考量到 这个资金移动的一个问题 资金移动的问题 如果说在美国 它没有调升利息 那台湾呢 我们经济还是稳健成长 我们通膨是在温和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会考量到 美国的一个利益的情况 因为美国的利益的情况 会导致资金的移动 那这个呢 恐怕呢 就是说我们货币政策 我们也要必须要做一个考量 台湾经济稳健成长的同时 央行却再度抛出震撼蛋 配合政府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 3月19号开始 国内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最高层数一律限制为4成 自然人方面 第三户开始从6成降成5.5成 第四户以上降为5成 工业区闲置土地抵押贷款 也从过去银行自律规分 限制为最多5.5成 可以说加大打炒房力度 地合一在实施前的前半年呢 事实上呢 它就有一个预期的心理 也就是说所谓预期就是说 这个呢会对于抑制 那个短期炒作的 它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那基本上呢 这两个合并起来 它都是会有效果的 货币政策的这些部分 简直性新闻市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会要换的部分大 但是呢 对于房价会下跌的一个预期新年 应该它也会有作用 央行观察到法人屯房 而且短期买卖明显 自然人持有多户房屋贷款 也不利金融机构受信风险控管 为了避免过多信用资源 流向不动产 预估长期下来就会看到效果 行政院近期也通过 房地合一2.0版本 推动修法两大部会联手 试图遏制炒房乱象 新唐人也在电视 这间历史围同台湾台北报道